今天呢,TFBOYS组合的成员王俊凯迎来了自己16岁的生日 好年轻啊,在生日会上除了跟粉丝玩得很开心之外呢 TFBOYS的另外两位小伙伴,当然也会跟他一起庆生 听说关系好到一定程度的朋友之间呢,就喜欢互黑一下 那在TFBOYS身上,会不会也是这样呢? Hello,大家好,我是王俊凯 今天呢,我是这个游乐的老板 哇 游乐园里木马气球已各不少 据说这之中还融入了不少小凯自己的点子呢 那我猜粉丝互动环节,王老板应该也会偷偷多加一点福利咯 不是握手,不是拥抱,而是抛媚眼 虽然只是游戏,但也是很走心的 唱开心了,玩过瘾了 最后TFBOYS的另两位成员,王源和千秦也推着蛋糕来到现场 生日会堪称完美 别看台上这会儿温情满满 其实后台的画风才不是这样的呢 互黑模式全开 TFBOYS一秒变身,吐槽男孩 就连好好说个生日祝福,寿星都是躺着也中枪的节奏 希望他能够长得比我高一点点 然后差不多一米八的样子吧 高一点点,就是说你没有一米八是吗 好,这个就是我要的答案 千秦也默契十足地补上一刀 多吃饭嘛 什么叫多吃饭 多吃饭多长高 闹也闹够了,那小凯自个儿的生日愿望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自己就是要变得一米八就好 娱乐星天地,这个愿望听起来很虔诚 除今独家采访过他